哈嘍 大家好 這是將です 我終於從在深山裡面 水深火熱又受軍事教育的研修中 平安的回到東京了 因為呢 我反反覆覆的被大家傳訊息詢問說 要怎麼在日本找工作 那日本的找工作跟台灣有什麼不同 實際上是跟台灣完全不一樣 所以呢 我就想說 來拍一系列的在日本找工作的影片跟大家分享 首先是第一集 什麼是日本的就職活動 就職活動 簡稱救活 取第一個字和第三個字 也就是找工作的意思 那在日本的就職活動有分成兩種 第一種是新竹採用 新竹採用 新竹採用是大學三年級學生 或是研究所一年級學生 還完全沒有社會經驗的情況下 出去找工作 差不多會花半年至一年的時間 來準備這個就職活動 通常都會有完整的採用流程 那新竹採用 被公司期望是一張完完整整的白紙 去公司接受教育 第二種呢是中途採用 這個就比較偏向台灣的模式 但是日本主要的對象是 已經出社會工作一段時間的人 那通常 中途採用被公司期望的會是 已經擁有一定能力的 專業還有工作能力 而且一進公司就可以成為公司的集戰力 為公司奉獻 因為我自己就經歷過新竹採用的關係 那我分享的也主要會 以新竹採用為主 那在之後正式開始介紹一系列之前 在這一集我想要先分享 在日本找工作的三個建議 先跟大家說我並不是因為 我自己找工作很厲害怎麼樣 才給建議 而是我自己在找工作的時候 吃了蠻多苦的也碰了很多病 那當然說也有很多後悔的地方 所以希望如果之後也要來日本找工作的朋友 如果說可以因為這些建議而少 多吃一些虧的話呢 這樣比較好 我才做了這一集分享 那給大家的第一個建議是 千萬不要看扁你自己 很多人在國外都會先看扁自己 例如說 我日文這麼爛要怎麼找工作 我很怕別人會覺得我講日文很爛 會覺得我很笨 所以我都不敢講日文 相信有很多人可能都有這樣子的想法 但是換一個角度想 這種比日本人多會一個語言 然後又有勇氣出國 我很崇拜的人曾經跟我講過一句話 就是你要找出屬於你自己的第一名 他告訴我說 因為亞洲人常常會把自己看得比較扁一點 但是說 如果你連自己好的地方都不知道在哪裡的話 那就沒有辦法讓對方也感受到 你那個好的地方 自信真的就是最好的化妝品 所以就是大家挺起胸膛 就是堂堂正正的 不要看扁自己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點 但是也要注意 就是那個自信不要太過頭 還是要保持著一點謙虛的態度喔 第二個是在吸收每個知識的時候 都先將自己reset 然後再持續學習 在找工作的期間 會接收到非常非常多的知識 還有資訊情報 例如這個社會的運作啊 業界的流動啊 然後更甚至於說是 每個職種 他實際上在做的工作是什麼 要是不先將自己歸為零 然後用自己的印象跟價值觀去加諸在那些東西身上的話 學到的東西就會很少 日本有很多講座 或是去聽公司辦的說明會 那在這種情況都會越來越了解說這個社會的動態 我自己在找工作的時候其實印象很深刻的是 有一次我坐在電車上 然後因為電車都有那個廣告嘛 我就看那個廣告啊 然後看一看就突然覺得很感動 因為發現說 喔就是這些東西都是背後那些選擇這個工作 然後認真在自己職位的人把它做出來的 然後也想到之前曾經聽過 就是這個整個服務的流程是怎麼被建造出來 就會突然覺得很感動 就會覺得說自己也要成為這個社會的一員 好好的做好自己分類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能量 第三個就是找出自己的價值觀 然後好好前進 那最後一個是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找出你自己的價值觀 我這邊就不上字幕了 因為怕被我的同事聽出來 這一個呢是我自己在找工作的時候 算是做的最差的 那也是我最後悔的 所以想要放在這個影片的最後 跟大家分享 我那個時候找工作的時候已經累到 我沒有去想我自己到底要什麼 有公司我就投 有公司我就去投 沒有去思考說自己到底有沒有 想要在這個公司做長久 還是這個公司到底哪裡吸引我 總之就是跟普通的日本學生一樣 我只想要一家大公司 想要有好的福利制度 其他我什麼都沒在想 但是其實我現在這家公司 是一家很大的公司 是日本人聽到都會覺得 還蠻厲害的公司 但是我覺得我很不快樂 因為發現我想做的事情 並不在這家公司 那我就一直蠻沮喪的 價值觀有分成很多種 比如說 那如果說你喜歡發現新的東西 你就可以去當科學家 最重要的事情是 你在做那件事情的時候 感到快樂 所以對於這個工作有展望 或說你想要的是一家大公司 然後薪水很高 就是福利制度也好 那個東西就是你的價值觀 只是說我的情況 是我對於我現在的工作 感到了一點點的違和感 所以我之後就會轉換跑道 那我很幸運的是 我遇到了願意欣賞我的人 然後也遇到了一個機會 那自從我得到了這個機會之後 我就每天都很興奮很開心 很期待我每天的生活 所以我才會覺得 這個價值觀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東西 才會放在這個影片 最後跟大家說 今天做的這個影片呢 是我之後會做一系列的 在日本找工作新竹採用的 第一個影片 所以它主要比較像是前沿這種感覺 在這裡先跟大家說 在日本找工作 我覺得非常非常非常的辛苦 也很難 對我們外國人來說 可能會比較不適應 因為他們有他們自己的規則 或者是流程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我剛才講的第三點 你一定要做出你自己心中的排行榜 然後找出自己的價值觀 找出你自己重視什麼來選擇公司 做一個你自己不會後悔的選擇 如果你想看我拍什麼 關於找工作的事情的話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你有特別想要看什麼 我才不會漏掉喔 那如果說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都歡迎你按讚 然後 我每次都會忘記這一段 很長要怎麼講 然後呢 如果你不建議我的影片 會出現在你的通知的話 都歡迎你訂閱我 然後按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啦 掰掰 也是 那唔